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台2006年的丰田开门队 这是我自己用来平时代步的车 它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看我把手刹拉起来 但是它其实手刹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当然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就是 大家看这条路 这其实是车库门口的一个drive位 它是有一点这么斜坡往上的 这个路不平 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手刹是起作用的话 把它拉起来以后我们给它挂到低档 然后松开刹车踏板 它这个车应该是不会动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我把这里的刹车踏板松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车子还是在往前动 OK我们停下来 再走就撞到车库门了 那说明什么问题了 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个是手刹的这个拉线 它松了 所以当我们去把这个拉起来的时候 它没办法让刹车片给它夹到刹车盘上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的后轮的刹车片 离刹车盘太远了 就即使我去拉线 拉了以后它也没办法给它推上去 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它到底属于这种情形呢 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排除 比如说我来拉这个拉杆 如果我们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拉杆 它是给我们一个比较连续的 就是均匀的阻力 这种感觉 那说明其实我们这个拉线应该是绷紧的 问题不大 我现在是感觉到整个拉杆 有我的感觉是比较正常的 它没有觉得空捞捞的 当然我们如果要调这个拉线的话 是在这个扶手箱我们要给它拉起来 在下面里面有 就是从这里一分为二两根线 分别跑到两个后轮上去 这是我们拉线的部分 当然那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刹车片本身距离刹车盘太远了 那个是我们需要把侧轮拆下来之后 对刹车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第二种情形 来做一个检查 大家看到我们已经把车开到车库里面来了 两个后轮都给它架起来了 因为这台车它本身是前驱的 其实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 一致只架一个后轮 也是可以的 并不需要同时把两个轮子都架起来 所以大家如果是DIY自己检查的话 换备胎的那个 户备箱里的工具 应该就是把这个车可以架起来 然后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我们做检查呢 就是用手去搬动它 让它自己这么空转 正常情况下 你这么转它 它其实是带一点阻力的 它并不是完全这么空转的 这一侧的轮胎还好 它带有一点点的阻力 但是其实不太够 我们这么扒的 它顶多就转一圈半到两圈 应该是它的最为宽松的极限 如果它转的比这个还多 说明那个刹车片和刹车卡针的空气实在是太大了 一点阻力都没有 这样子不行 OK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你的刹车片和刹车卡针 哪怕是在没有踩刹车卡针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阻力 需要贴到那个盘上了 因为大家想如果是我的盘 在这么飞速转的时候 而我的刹车卡针 又离它距离比较远 我这么一踩刹车 它啪了一下这么贴上去 但凡你的刹车片有一点点不行 它都会出现那种整个刹车片 戳进刹车卡针的这样情形 这样的轻微的情况就是 你会明显感觉到你的刹车卡针头动 因为它这么戳进去肯定是不平顺的一个过程 如果再严重一点 可能会让你的刹车片就这么碎一点 然后就会影响你的新车安全 所以为了安全和开的更平顺 我们就让它有一点正常的摩擦 很小的一点摩擦 这样子牺牲一点油耗 但是其实更安全 开起来更平顺了 后刹还好一点 前刹特别是 前轮刹车特别要注意 就是在调的时候呢 刹车片和刹车卡针 它其实是有轻微的贴到一起的 并不是完全分开的 这才是比较就是比较好的 对车子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OK 两边的检查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也是来拨一下这个轮胎 让它空转 这边的这一侧就实在是太宽松了 这个是完全不行的 一点阻力都没有 这样子就说明它的刹车片和刹车卡针 离的实在是太远了 根本停不下来 这样子就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空转的情况 OK 我们现在是没有踩刹车踏板的时候 我现在去把刹车踏板踩上去 然后再来做同样的测试 为了踩这个刹车踏板呢 我给自己增加了一个辅助 就是用这样两块木头顶起来 我们把刹车踏板顶下去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轮胎 它的状况正常的操作 当我们把刹车踏板踩下去之后 这个轮胎几乎是没法动的 再拿现在看一下 左侧这个车轮呢 的确阻力是有了 但是很弱 就这么一点点 右边那一侧更差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是转一下它 跟刚才几乎没有差别 对吧 虽然我们把踏板已经踩下去了 这其实也就说明 我们整台车基本上自动的时候 踩刹车自动的时候 就是靠前轮在自动 后轮的刹车几乎没有起作用 OK 那我们就现在需要对它做调整 所以我们排除了第一种可能性啊 基本排除吧 就是第一种因为拉线松掉 导致它的手刹不起作用 这种可能性基本排除 更可能的就是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的那个刹车片和刹车卡钳 它的距离隔得太远了 我们需要给它调整一下 这台车它的后轮是用的一个骨刹 因为里面我们把它叫做Drum Brake 它跟那个叠刹或者叫Dish Brake 它的区别呢是这个它是把刹车片 包在整个刹车骨的里边 所以我们打开之后才看到 其实如果大家只是做调整的话 就从这个孔这里 这个圆孔这里呢 应该是有一个可以伸螺丝刀进去 我们来调整的地方 但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就把这个骨给它拿下来 这样子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 OK 这样子 我刚才发现有点困难去移除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忘了把手刹给送开 手刹送坏之后就非常轻松 然后我们给它拿下来 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整个骨刹的构造 这两个我们把它叫做Shue 就是相当于是叠刹里面的刹刹片 在外面这个呢 就相当于它我们把它叫Drum 对应的就是叠刹里的刹刹盘 好 就在这里的 有一个弹簧 然后里面套了两个小柱子 它这个其实是两截 我们可以去拨动这里的这个尺轮 来调整它的长度 所以大家看 其实我是可以从这个孔伸进去的 根本就不需要去把这个骨拆下来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方便一点 我们还是把它拆了 OK 我们来调整一下 试试看 OK 这个螺子我们应该是往上拨 这样它的螺纹就会变长 螺纹变长以后呢 就会把这两个刹刹片往外顶 我们把它装上去看一下 明显感觉阻力增加了 我们现在去把手刹拉起来 然后看一下它还是能不能继续转动 如果能卡住了 那我们那个设计的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把那个手刹拉起来 让我发现根本就没法搬动它 再来看一下它就可以动了 而且带有一定阻力 所以这个差不多就这么转 拨着它转一圈 就是我们比较理想的 该有的抹擦的状况 OK 这里我们调好了 然后我们再去做另一边的调整 我们装上我们的这个刹车骨看一下 感觉有一点阻力 好 我们现在是把手刹拉上去的状态 这样子就拨不动 但是我们把手刹松开了 它是可以拨动 带有一点点阻力的 这差不多就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那我们既然都把骨砂拆开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下清洁 把这里面的灰尘给它喷一下 这个灰尘其实对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所以我一般会带一个这样子的面具 好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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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是用的专门给刹车做清洁的这样子清洁剂 它干的非常快 而且对去除油污啊 还有这些锈石的灰尘效果还蛮好的 这样子我们等个两三分钟让它晾干 同时呢去把另外一侧也给它做个清洁 那我们整个这一次的 其实算不算维修吧 就是一个小调整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来把刚才我们做的那个测试再做一次啊 那我现在是把车倒出来 然后是把它挂到地道 还是刚才那个小鞋破 手上我们给它拉起来 OK 然后把刹车上面松开看一下 对 现在我们整个车是完全静止的啊 就没有动 所以我们的手刹其实是在起作用的 我们把手刹松开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车就动起来了 OK 踩出刹车吧 好 那我们整个今天的调整就这个样子啊 没有特别复杂 主要就是量度情况 我们做一个排除 要么是这里的拉线的问题 那么就是后边的那个刹车片和刹车盘 他们中间的距离需要调整一下 就这样子没有太多的负载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拜拜